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我与球队的每个成员,感到自豪。马克西是个好孩子,昨天凌晨一点,他还打电话跟我聊比赛,夺冠,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旅程,耐心,努力,奉献,甚至一点点乐器,都不能少。 这是昨天76人主场输给热货,彻底从季后赛出去后,利福斯教练,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,永远是那么的得体,那么的充满智慧和热情,不知道的,还以为,他们已经拿下了东部冠军。 但一看他这些年稀乱的季后赛战绩,所有人,都会纳闷,为何他能在NBA,拿到仅次于波普雷奇,1000万,和科尔,950万的第三高薪,850万,2003年东部首轮,作用德分王麦迪的魔术,3比1领先活赛,最后,被连班三场。 2009年东部半决赛,开尔特人,赢下天王山之战,3比2领先魔术,结果,被魔兽霍华德,带领一群三分手,连续两场,轰成铁憨憨。 2010年总决赛,开尔特人3比2领先活人,结果,被回到洛杉矶的科比,连班两场,三巨头们,留下终身遗憾。 2015年西部半决赛,空接之城,3比1领先火箭,又是连输三场被翻盘。 尤其第六场,被休斯敦投孤帮,打出第四节,40-15的经典,绝地求生,稀里糊涂回家。 季后赛被逆转,从此有了新代名词,到格里福斯镇。